来源野马财经 姜文的鬼子来了 陈凯歌的荆轲似琴王冯小刚的《没完没了》 这几部经典影片 想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 前二部影片不仅在口碑上赢得了认可 还获得了国际大奖 而《没完没了》 促成了华裔兄弟与冯小刚 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 头顶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的光环 华裔兄弟一直是资本市场的锤儿 也是国内影视产业知名巨头之一 然而 自2018年业绩爆雷至今 为了偿还借款 支撑业务正常运作 实控人王中军 王中磊一直在筹集资金 9月5日晚间 华裔兄弟披露了两条公告 实控人王中军 王中磊所持公司13.9%股份 被100%司法冻结 因减持新规和股份冻结 两实控人提前终止减持 连亏五年早已失血过多 如今实控人股权全部遭遇冻结 华裔兄弟还能否重现辉煌 实控人股权全部遭冻结 面临平仓风险 自4月份启动减持 王中军 王中磊 对华裔兄弟的持股比例 已经从年初的16.51%下降到13.9% 截至9月5日 两兄弟所持全部股份 均被冻结 华裔兄弟称 本次股份冻结是因王中军和王中磊 个人事项所致 与上市公司不产生关联 目前各相关方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方案 并将于签署和解协议后 及时向法院申请 解除冻结措施 并且本次股份被冻结事项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等方面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8月27日发布的 证监会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的规定 上市公司存在破发 破禁情形 或者最近三年 未进行现金分红 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本公司股份 根据华裔兄弟最新公告 王中军和王中磊 决定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 显然也是因不符合减持新规的选择 事实上 近两年来 兄弟二人已多次减持股份 据最近的一次减持公告 8月3日 王中军减持股份32.87万股 占总股本为0.018% 今年5月19日 5月26日 6月1日 王中军分别将其质押的 合计3580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29% 转让给浙江筹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月28日 王中磊将其质押的公司 1370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转让给筹州银行 上述两次转让 均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融资债务 降低质押风险 在此前的业绩说明会上 曾有投资者提问 王总什么时候停止减持公司股份 华裔兄弟表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减持部分股份 减持所得资金 主要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融资 降低质押风险 更好的保障控制权稳定性 去年7月8日 华裔兄弟公告称 王中军和王中磊所持899.79万股股份 已被司法冻结 彼时 王氏兄弟累计质押数量 已经高达5.2亿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96.57% 占总股本的18.82% 质押对象 不为金融机构 如民生信托 长安信托 中融信托 中信箭头等 8月11日公告显示 王中军 王中磊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92.99% 根据此前 华裔兄弟对交易所年报问巡函的回复 截至5月31日 公司实控人质押的股份预警线 为2.90至1.83元 平仓线为2.41至1.58元 华裔兄弟股价 已在5月至7月间多次触及预警线 最近一次是8月23日 报收2.89元每股 截至9月7日 报收3.07元每股 市值85亿元 在半年报中 华裔兄弟也公告了 存在一定平仓风险 实控人股票质押融资总额为5.61亿元 主要用来偿还债务 偿还期限为一年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华裔兄弟的资产负债率 排升至73.71% 短期借款5.37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22亿元 但华裔兄弟的货币资金 仅2.65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进额 仅2518.26万元 如今实控人股权悉数被冻结 简直又受限制 偿债压力可见一斑 相送资本董事沈盟认为 简直新规发布后 对简直的要求提高 华裔兄弟实控人之所以简直 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流动性问题 所以被冻结后 实控人或许很难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冻 因此不排除出现控制权变化的风险 虽然距离预警线还有一个空间 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并不安全 如果企业业绩表现没有更好的改善 甚至是改善预期 都可能导致控制权变化 不过华裔兄弟表示 王中军 王中磊最近一年 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 阻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最近一年 除王中军 王中磊 为公司申请银行受信 和其他融资事项 无偿提供担保 王中军为影片联合发行费用 无偿提供担保 以及王中磊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之外 王中军和王中磊与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五年亏掉73亿 近千亿市值到巨轮沉没 华裔兄弟成立于1994年 由王中军 王中磊两兄弟共同创立 2009年 华裔与冯小刚紧密合作 迎来了巅峰时期 唐山大地震和《非诚勿扰2》的票房 都超过了5亿 也是在这一年 华裔兄弟成功登陆创业版 成为中国影视娱乐行业的领先企业 后来巅峰时期的市值接近千亿 腾讯 阿里巴巴和平安都参与投资 总投资金额高达36亿元 2015年 在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 哥哥王中军位列第338位 作为影视传媒领域龙头公司 旗下有如黄晓明 邓超 范冰冰等知名艺人 华裔兄弟业绩原本一直不错 营业收入从2009年的6.04亿元 一路增长至2017年的39.46亿元 扣非净利润亦从0.83亿元上涨至1.31亿元 当年归属净利润更是高达8.28亿元 曾经的华裔兄弟在资本市场上风光无限 但最近几年 公司的业绩却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2018年 崔永元曝光了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事件 给整个娱乐行业带来了巨大打击 2018年至2021年 华裔兄弟营业收入从38.14亿元下降至13.99亿元 净利润则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四年合计亏掉63.26亿元 同期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流量净额 虽然能够基本保持为正 过去四年 分别为5.82亿元 0.9亿元 2.46亿元 2.34亿元 但与每年因需要偿还债务 导致的10亿级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相比 如此造血能力显得杯水车薪 2022年 华裔兄弟的总营收只剩下4.02亿 净利润为-9.93亿 同比暴跌339% 五年来累计亏损达到73.19亿元 除了影视行业大环境及疫情因素 华裔兄弟战略失误 也是其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 一是谋求多元发展 提出去电影化战略 王中军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直言 前些年因为华裔兄弟的现金流好 所以盲目乐观将精力放在了投资上 觉得企业做大是靠投出来的 然而作为一家非专业投资公司 华裔兄弟投资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稳定 如2019年2020年 其投资收益即分别亏损2.56亿元 3.33亿元 2019年 对英雄互于长期股权投资 即提12.51亿元减值准备 也正是华裔兄弟出现巨亏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元化发展导致了华裔兄弟在电影主业的失速 2017年实景娱乐业务贡献营收2.58亿元 占总营收比重不过6.56% 2019年实景娱乐的营收已经下降至3468万元 到了2022年更是只有1470万元的全年收入 二是明星资本化 试图与明星绑定 为了绑定明星 华裔兄弟在收购相关公司时 均给予了高溢价 进而产生了较高商誉 截至2014年末 公司商誉高达14.86亿元 2016年末 这一数字攀高至35.7亿元 高额的商誉 犹如悬在华裔兄弟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鉴 最终在2018年快速落下 当年 公司计提了9.73亿元商誉减值准备 导致年度扣非净利润 亏损达11.81亿元 2019年 其商誉减值损失 依旧高达5.98亿元 除了遭遇金融机构的追债 华裔兄弟还诉讼缠身 截至8月30日最新公告 华裔兄弟作为原告及被告涉及的诉讼 仲裁案件累计共25宗 涉案金额合计29,773.66万元 其中 涉案金额最大的 是华裔兄弟护语 天津与星河互动的创始人股东 补偿义务纠纷 涉案金额超1亿元 华裔兄弟还有多少底牌 自2018年业绩爆雷至今 为了偿还借款 支撑业务正常运作 华裔兄弟 及时控人王中军 王中磊 一直在筹集资金 这些年 从公司的优质资产 到个人的名化豪宅 均被摆上了售货架 王中军甚至一度表示 为了公司安全 什么都可以卖掉 王中军酷爱艺术集收藏 作为独立艺术家 曾举办多次个人画展 早在2019年8月亚伯利论坛上 王中军就曾表示 自己一直在卖收藏的话 以换取一些现金 帮助解决公司流动性问题 并称加德的一场拍卖会上 有一半都是我的话 2020年6月 又传出王中军 以2.2亿港元 约合人民币2亿元 出售香港中半山 赴会豪亭豪宅的消息 疫情之下 受影响的 不只是行业上游和终端 整个产业链 均受到明显波及 具体来看 不少此前从事影视制作 宣发等业务的公司 也在谋求转型 向如短剧 直播等领域 拓展新业务 中部从业者转型的同时 不少影视公司 也在寻找新的突破口 如万达电影 002739深圳 跨界新茶饮 并表示将在剧本沙方面发力 唐德影视 300426深圳 拓展全域平台 联动竞跑横屏中短视频赛道 和斗快逃直播生态的布局 同时布局元宇宙 如虚拟人制作 NFT数字 收藏业务等 5月23日 华裔兄弟也表示 将与华盛天城 600410上海 深度联合 将基于华裔兄弟的影视创意基因 和华盛天城领先的云计算技术 共同打造本土影视虚拟世界开发日营的第一品牌 官宣家入园宇宙赛道 知名经济学家宋金辉表示 影视行业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方面是行业发展较为粗放 很多行业相关标准尚未统一 给内容的品质带来了影响 另外一方面是模式创新力度不够 急需进一步提升 未来推动影视行业长远发展 使其迈入追求质量 创新和效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都离不开行业的全面变革和大力创新 只不过 如今华裔兄弟的经营状况 依旧维米不振 据2023半年报数据 华裔兄弟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3.39亿元 同比增长59.93% 归母精利润 亏损1.43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1.92亿元 亏损较上年同期有所收窄 其中 影视娱乐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9亿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7.24% 该板块占公司总营收比例为97.04% 品牌授权 及实景娱乐板块营业收入707.55万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400% 今年上半年 华裔兄弟参投 主控的电影一共只有5部 分别为冯小刚导演的网络剧《回响》 《爱很美味》 《流浪地球2》 《参投》 《摇滚燥骚》 《乘风破浪》 《灌篮高手》 这5部影视作品 合计实现收入1.59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46.87% 虽然《流浪地球2》联合出品方中 有华裔兄弟的身影 但是能带来的营收贡献 约0.1亿元 因此 华裔兄弟上半年营收增长 主要是因为影片上映收入 影院票房收入增加所致 不过仍旧没有脱离亏损状态 不过 华裔兄弟缺席了 今年火热的暑期档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 截至8月31日19时 今年电影暑期档 6月1日至8月31日 总票房超206亿元 总观影人次突破5.04亿 总场次达3461万场 票房超20亿元的影片 有四部 消失的他 孤注一掷 八角龙中 风神第一部 长安三万里 未列数七档票房前五名 影视行业强势复苏 推动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增长 半年报显示 下半年华裔兄弟 有多部影视剧带上映 2023年7月17日 由杨阳指导 周迅 由义军 钟楚希 李允主演的《不完美受害人》 已于电视和网络平台同步上线 由华裔兄弟出品的《都市爱情》 清喜剧《前任4》 英年早婚 将于2023年9月28日上映 该系列电影前三部 合计票房23.23亿元 其中 前任三在见前任 票房达19.41亿元 下半年不少名导名演也将助力华裔兄弟 有管虎导演的狗震 陆川导演的《七四九局》 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2》 和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3》 黄轩 柳妍主演的《来福大酒店》 观众是否买账 还需拭目以待 爱媒咨询 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 华裔兄弟的主营业务这块 现在应该还是迎来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影视环境转暖 而且是迅速飙升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 也会有回升或者是转型 但是目前从公司的经营状况 和企业资产的情况来看 还是需要做一些深度的改革和理清 但是有用途的改革和理清 更新的敌程的改革和理清 感谢观看